叫別人去送死 然後自己就不敢做這件事情 事實上中華民國的護照 我們已經有寫上英文的台灣 這樣的字眼 所以他們現在還要出來講說 他要刻意去貼上台灣的貼紙 但是事實上我們這個護照 哪裡有問題 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 然後這邊還有台灣 就是大家想要表達的 在我們的護照基本上都已經表達了 我覺得像臨場佐這樣不負責任 其實很可惡的是說 他去煽動很多的 相信他的年輕人跟網友 他想說對 我如果愛台灣 我真的是要貼上台灣國這三個字 出國去才表示展現我的國威 但是各位知道嗎 最近很多人出國去 就是在這個護照上面亂貼貼紙的 很多因為這樣子 在港澳地區 他其實根本沒有辦法進去 連在日本 美國 也都是當地的海關說你撕掉 撕掉以後我才讓你進去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你要非常的負責任 不是說你信口開河 然後就是喊話 而且更可惡的是說你自己不做 你要求別人去往前衝 然後這一次就是徹底被檢視了 果真他自己不敢在上面貼上 台灣國這幾個字 因為可能他被擋下來 他就沒有辦法去出席WHA了 所以他自己很技巧的 就是完全不貼 覺得這樣通關比較順利 這麼多套版本 他怎麼一套都沒有用上 所以顯然是 我覺得是說一套 做一套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臨場所回來 他恐怕只要開個記者會 好好的 鄭重的澄清 然後跟他那些廣大支持 他的年輕朋友們說 不要再相信我了 他有本事在立法院修法 他就是我們叫做台灣國 他有本事做這個事 護照本身 在各國的海關 都有一個電腦檔 那個電腦檔是我們外交部 通知給他 我們的正式的官方的 我記一下 例如說我們正式的官方的 我們的外交 我們的護照 他的形狀 那個都是有一個電腦檔的 通常一個國家 例如說你電腦進來的時候 一打開 他會看 如果說他覺得這個護照 外表很有問題 跟電腦檔有不一樣的話 他會跟你攔下來的 所以你自己修國內法 不及外國人的 外國的海關 不會理你什麼國內法的 其實他就是被戳破他的謊言 跟西洋境 因為他在立法院 他是立法委員 他在質詢說 根據我過去的經驗 在那邊洋洋灑灑 教你怎麼樣去貼護照 把那個China把它摳掉 把那個台灣貼紙貼上去 結果今天媒體 真的跟他一起出國了 然後大家想要看他的護照 他說我從來都沒有 所以根本說謊話 林場所就這樣子 就是讓人家去死 講得是義和團式你知道 講得一副好像自己 威武神猛的樣子 可是事實上 他連貼貼紙都不敢做 所以林場所他在那邊講 台灣獨立 人家說那講台灣獨立 你願意去打仗嗎 如果真的有那個 到時候有戰爭的話 你願意去打仗 林場所這種人是絕對不會的 他沒有當兵 對連兵都不能當 所以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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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